妙物 妙法 圆觉 妙心 我们学佛实际上就是要把自己的气理顺 把好的气理得更好 把不好的气理成好的 那才叫理气 所以身 心 和气 完全不变的时候 那才叫菩萨 也就是说 你的身体好 你心里想通了 你的气也调整通了 润顺了 那个时候 你才是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就不会生气了 因为这个世界都是假的 今天这个男朋友离我而去 我们两个感情气数已尽 所以我对不起他 他也对不起我 算了 气想顺了 也就想得通了 想得通了之后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如果你很恨他 很难过 实际上就是 你这个气没有理顺 明白了吗 这个不叫开悟 开悟就是 我今天丢了钱了 心想 说不定这个钱不丢 说不定这个钱不丢 也被人家罚款了 笑一笑 这样 这样你的气就顺了 这样你的气就顺了 而很多人就会很难过呀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为财呢 而有的人一辈子为情呢 为什么有的人会吃呢 就是因为他 他理不清呀 有句话叫 剪不断 理还乱 就是说 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如果不去想他 可能就会过去了 你越想越搞不清楚 你想的越多 会越难过 越理不清楚 这就是不开悟 想通了 气顺了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觉受是一层一层生的 就是说 你的感觉和你所受到的一种感觉 是一层一层生的 生到最后 是完全不变的感受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开始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照顾了你一下 但过了一阵子 念念怎么不灵了 菩萨怎么不关心我了 再念 不是观世音菩萨不帮助我 而是自己的业障太深了 我要继续静心地念 等到一定的时候 自己越来越干净了 你就越来越顺利了 哎呀 观世音菩萨又来帮助我了 不是又来帮助你了 而是一直都在帮助你 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是观世音菩萨帮助你 消除了劫难 只不过是 你没有感觉到菩萨的力量存在而已 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中国 不是有三个轮子的车吗 当你拉着车上坡 感觉很累的时候 突然一个人在后面帮你推 你会感觉轻松了一点 这就犹如是观世音菩萨在帮你 当你刚刚感觉到 这就是绝授 推到后来 感觉人家没有用力 其实人家还是在用力帮你 这是因为越来越高 越来越累了 人家在帮你推 你都没有觉得有力量 这就是你的第二感觉 等到推到最高峰了 实际上就是你修成了 这个时候 观世音菩萨随便点画一下 你的车就很轻松地下去了 现在明白了吗 这就叫白化佛法 这就是你能够感觉 觉受到菩萨 这是很重要的感觉 而且是一层一层的深入 到最后完全都不变了 也就是说 我对菩萨完全有信心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 已经没有任何的想法 可以改变我了 那个时候 你就是觉受 如果你用完全不变的感觉 加上佛教的理论的融入 也就是说 当你能够明白 菩萨在救你 当你在念经 感觉到菩萨 给你无限的慈爱 那个时候 你再学一点佛教的理论 很多人说了 师父 你不是不让我们 学佛教的理论吗 那我现在 怎么样学佛教理论呢 想想看 师父现在 是不是在给你们 讲佛教的理论 你们要把佛教的理论 融会贯通在 现实生活中 悟道 就是觉悟道 自己不会轻易改变 那就是悟道 而你们有时候 思维经常在改变 实际上 这不叫悟道 真正悟道的话 我就是相信 观世音菩萨 我觉得这个人好 我就坚定信念 我觉得这个佛法 对我是终身受益 我就永远修下去 这个就叫开悟 师父 师父现在把上次给你们 没有讲完的 再补充一点 圆觉妙心 就是你把世界上 所有的事情 都看成是很圆满的 你就觉悟了 就这几个字 菩萨把人生 点得透彻呀 什么事情都很圆满了 你就觉悟了 你们家今天 被人家偷了 你本来应该难过 应该很悲伤 但是 你用圆觉 用圆润的觉悟 来感觉他 你就觉得 哦 是我不好 平时太招摇了 让人家来偷 是我没有把门锁好 可能这个人 跟我前世有冤结 我花钱消灾 货财免灾 你这么一想 不就是把这个事情圆了吗 圆了 你就觉悟了 觉悟了之后 你就不会生气了 圆觉妙心 是什么 用你美妙的心 变成很多 美妙的事情 把很多的事情 变过来变过去 来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妙法 比如你的太太不好 有赌博的习惯 你就用方法 来让他明白 赌博不好 这个就是妙心 观世音菩萨 到人间来救度众生 就是经常 附在很多人的身上 现身说法 所以叫妙心 就是这个心 很微妙 一直在不停地转 用千百万种方式 来救度你们 八万四千种法门 实际上 就是八万四千种烦恼 有一个烦恼 就会生出一个法门 因为人的烦恼 无数成千上万 所以才会生出 成千上万的妙法 非常微妙的法门 明白了吗 有这种圆觉妙心 无论你碰到什么事情 你会豁然开悟 记光真净 就是把光记在一起 你真正的境界 才会见次现前 当一个人安静下来 就像一个手电筒一样 你可以把灯光转条 灯光会散掉 同样 这一个光 你可以把手电筒的光 转条到一个点 这个就叫记光 当你把光 锯到一个点上的时候 就造成了 你的境界现前 当你把光散掉的时候 你照哪里 都看不清楚 所以把心 锯到一个点上的时候 你真正的境界 才会出来 你就跟着观世音菩萨 你才会得到 真正的 佛的境界 所以记光就是安静 然后念经 这种境界 才会常现前 就是这个境界 经常会到你的眼前 让你看见 但是 不是马上 能做得到的 因为当很多人 想把自己的心 寂静 聚集在一个点上 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比如打坐 明思苦想 脑子里就像手丹田 好了 啪 突然一个东西进来了 你就走火入魔了 所以这个记光 更不容易 记住 自己千万不要乱来 当你着魔发狂的时候 师父告诉你们 菩萨也救不了你 人间的欲望 到处在飘 今天我要这样 明天我要那样 像天上的乌云一样 一块一块地遮住了 你眼前的光 就是说 当一个人的欲望 到处飘散的时候 今天想这个 明天想那个 这种欲望 是无止境的 就像散发的臭气一样 从身上 不停地散发出来 你是不可能 求到往生的 也就是说 你不可能 求到你以后 想要到的境界 你求不到这个境界 你就了脱不了生死 如果这个人的境界不好 永远不会到 西方极乐世界 或四圣道 你是上不去的 因为你没有了脱 要悟出这心见次敬 也就是说 你这个心 要悟出这个道理 我的心 看见这个环境就会变 环境一变 心也跟着变了 这个就不可以了 知道了这个毛病之后 要知道 我这个人的心 是渐渐地在变 所以就先渐渐地 克制自己 不要让它变 明白了吗 要见修 加上证悟 就达到 佛的境界了 师父接下来 继续给大家讲 如果一个人 贪心太大 他看问题 永远都不会干净 你今天看 所有的问题 做所有的事情 只要有贪心在里面 你的心一定不干净 很多人参加社团活动 就是带有贪心 有的人是做横幅的 有的人是搞旅游的 有的人是搞印刷的 他们到了社团里面 就是希望搞活动 实际上 就是想赚社团活动里的钱 如果一个人有贪心 意念不纯 他永远不会干净的 师父告诉你们 悲观的人 一定会出现称念 因为当一个人很悲观 什么事情都想不通的时候 他的称念 恨的念头 就会生出来了 比如 这个事情我不能做 那个事情又不能做 哎 我这个人真是一个废物 我很恨 这么多人都在排挤我 他们就不给我机会 恨心就来了 所以要记住 要克制自己 无论如何 不能有悲观 这样 你的恨念 就会少一点 下集 ET SELF 这下集 这个 我们下集 这 我们下集